包括阿滋海默症在内的失智症 在以前很多人都叫他们做老人痴癌症 到现在已经证明叫做失智症或者是脑退化症 因为我们的认识是多了的 今天我们请来这方面的专家 BC大学老龄科的黄耀明医生 跟我们谈一下有关的问题 现在因为我们的认识多了 我们知道阿滋海默症或者脑退化症 就不单只是老人病来的 甚至有些人65岁以下都可以患有阿滋海默症 但是始终是比较少数的 其实我们讲到少数的时候 有多少有多罕见 又或者是这些人有没有这些共通点 是什么令到他们会提早出现的脑退化 其实在加拿大和世界各地 我们知道这个患了脑退化 包括最常见的病因 就是阿滋海默症 Alzheimer's dementia 其实的人士 任何年龄的人士都是增长着的 甚至有些我们说年轻化的趋势 所谓年轻化就是说 如果是在年龄65岁以下的人士 病发的时候 我们说这是年轻病发的阿滋海默症 或者脑退化症 Young onset dementia 其实在加拿大 我们也有些数据 我们知道现时来说 全国来说 大概有28,000多人 患了这个年轻病发的脑退化症 如果任何数字都没有改变的 例如在措施上 健康上 未来的30年 我们知道全国加拿大患了脑退化的人士 尤其是年长人士的数目会增加 但其实年轻人士都会的 会增加到1.4倍 大约是4万人左右 但说数据其实是有点担心的地方 因为其实数据的可靠性是有些质疑的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年轻病发的一些脑退化的人士 第一 他们未必能够接受到 自己真的有这个毛病 有这个情况 第二 诊断方面有一个困难 所以说其实在诊断确诊的 个案数字方面 其实可能是低估了 偏低了 所以说这个真正的数字 可能比我们现在所知的统计上 是高出一决的 但高出多少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也没有重考证 但是有没有东西告诉我们 为什么有些人会提早 而不是老年的时候 才出现脑退化症 其实在脑退化症方面的研究 包括就是年轻病发的脑退化人士 一直都有很多在做的 但暂时来说 我们都没有一个很肯定的解释 或者一个方案 我们知道最常见的 仍然都是亚脂海蜜症 无论是年纪大的老人家 和年轻的病发者 都是亚脂海蜜症 当然也有其他各种各类的脑退化症的成因 其实如果你数码 看完医学文献 是多到五十几种的 有很多款的 那我们就会说 无论是什么原因 它影响到一个年轻的病发的病友 是有脑退化的情况 我们理解到其实它面对的挑战 是有点不同的 挺大的 因为很简单地说 首先如果是年轻病发的人士 他本身可能是在职年龄的 就是在工作方面 在职场上所遇到的困难 比如你可以想象 最常见的病症的脑退化 包括这个亚脂海蜜症来说 就是说记忆力衰退 尤其是近期或者短期记忆 其实很大件事 就是在职场上 如果记忆力衰退差到那个点 是影响到日常生活功能 包括职场上 其实它影响很大 又或者另一个方案就是说 很多时候病发的人士 因为他们年轻 它本身就可能有一个 照顾者的一个责任来的 可能是照顾他家里的小朋友 或者是照顾家里的老人家 我们俗称夹心阶层 问题是如果中间夹心阶层 这一层的年龄层的人士是病发 就是年轻的病发 这样是不是换过来说 要倒转过来 由他们的子女 或者由他们的父母 去照顾这个年轻病发的病友 所以其实这种种的情况 是令到我们想起 在求医或者求助的时候 很多时候心理压力很大 有一个负面的标签 我们也因为这样 包括加拿大 我们的亚之海密政协会 Awesome Society of Canada 其实在年初的时候 发表了一份重要的医学研究报告 叫做Landmark Study Volume 2 就是一个地标式的研究报告 我们也有提及 如果年轻化的病发的病友 有脑腿化情况 我们是怎样能够度身定做 帮他们找一些服务 去支援他们呢 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 譬如像你这样说 在加拿大年轻的 65岁以下的脑腿化症的人口 大概是2万8千人左右 但是如果整体的 任何年龄计算的话 脑腿化症的人口有50万 就是说年轻人 相对年轻人始终都是少数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无论我们现在的研究 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支援 都是集中在比较老年的患者身上 如果我们一般 如果我们看医生 或者日常生活 但可能因为65岁以下和15岁以上 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同 我们要留意到 他们出现一些早期病症的难度 都会有所不同 是的 其实你说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就是说如何去察觉 就会出现了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你说单单说 看回路退化 常见的病症 包括脾力衰退 可能是持不达意 可能是辨认困难 甚至当然会影响到日常生活方面 可能有一些脾气 个性方面的改变 甚至可能有些出现幻觉 幻听的情况 当然出现了一些 一些严重一点的 行为变异的情况 通常周边的家人 或者他们的朋友都怀疑 真的有点不妥 问题就是说 如果他因为年龄比较轻 而没有想到 可能是一个脾退化的先兆 很容易就会在诊断方面 出了一些困难 所以其实我们需要留意到的 就是第一就是增加大众 对于脾退化 尤其是年轻化方面的一些认知 第二就是在一些社区的配套方面 无论是就诊方面 诊断方面 甚至真的确诊了 我们怎样去支援一些年轻一点的病友 有脾退化人士呢 因为如果你说 同样地去一些老人家 去的中心那里做一些活动 那时候又未必真的那么适合 所以我们真的要再细心地想想 作为一个社区社会方面 有什么能够做多一点点去支援一些年轻的病法 其实脾退化症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病症 例如黄医生所说 有五十几种 希望公众可以认识多一点 但只是认识不够的 我们当然还要加上行动 不单是个人的行动 有健康的生活习惯 亦都需要政府的配合 令到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环境 你都会减低风险的